花这么多钱让市长和高层频繁的出国 对市政的实质帮助真的有这么多吗 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16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针对明年度新竹市总预算案提出质疑 议员指出市府编列高达580万元的出国考察预算 比今年度326.5万元相比多出235.5万 增幅高达78% 而明年度市府要出国考察出访六次 也让议员质疑跟市府的关联 可是我们在议算书当中却没有看到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考察地点的意义 跟新竹市的关联性 布里斯本要看什么 去这个熊坡考树野生动物园看 不问熊吗 去九州是考察温泉 还是去熊坡看一下我们台积电的原本 市府有列在议算书里面 这个我们新加坡的新增水场 还有它的这个游客中心 根本在今年7月里就已经歇业了 你是要去考察废墟吗 根本就是把出国考察当做恶心 对此师傅表示提出的总预算 都是依法编列 至于新加坡的行程 是否这样回应 新加坡的行程本来是预计今年 但是因为整个 不管是我们市政上的工作 我们把它延到明年 那所以明年来去做相关的进行 收成员强调会持续和各国交流 强化新竹市的发展 TB的新闻 陈世民 陈佳同 新竹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知悠ji 选坚的这个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